MING PAO TORONTO 今次來到蒲國考察 在很多旅遊景點也看到 其實蒲國的旅客也有很多元化 除了有歐洲多 除了美加也有客員 也看到這次的客員是年輕化了很多 而且他們很想打卡這個元素 我們希望在未來 我們業界和政府在澳門 能夠發掘多些打卡元素 從而使得外國旅客來到澳門 體驗感更加好 這次政府帶領代表團 來葡萄牙進行商務旅遊的考察對接 意義很重大 成果是封舌的 澳門的旅遊業界 和葡萄牙的旅遊業界 進行了很深入的交流 達成了很好的共識 大家一致認為 是會充分利用葡萄牙 作為歐洲的門戶 吸引更多的歐洲旅客 到澳門來進行旅遊商務活動 同時澳門也是作為大灣區的旅遊目的地 中心城市 是會加強和大灣區一程多站的旅遊產品的建設 吸引更多的歐洲旅客 國外旅客到澳門 和大灣區旅遊 一起造大大灣區旅遊目的地 和大灣區旅遊 和大灣區旅遊 和大灣區旅遊